马上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么立法院在周二是通过了 国会职权修法的三读条文 那其中呢就明定了 总统未来必须常态化的来到立法院 进行国情报告 而且必须采取急问急答的方式 只不过呢 昨天国民党立委党团总招傅昆琪 却脱口说出 即便赖总统要来到国会国情报告 采取不回答的方式 他们也尊重 那此话一处呢 似乎也引爆蓝营内部的反弹 像是国民党立委杨琼英就直言 这个如果赖清德不回答的话 那个直播有什么两样 那国民党立委徐晓喜也说 国会不应该是总统的一个秀场 那么对此呢 蓝营内部似乎也有反弹声浪 傅昆琪在今天也出面回应 但来听到他的最新说法 我们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已经正式来通过 那在整个 在总统府公告以及立法院送出 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希望赖总统 在这个空窗期内 你可以尽快的把握 能够把历史的定位把它做出来 毕竟你现在是总统 而不是台南的赖市长 你过去能够232天 不进入台南市议会 我们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你可以到国会来 展现你的高度 也能够让立法院委员们 能够在这里用任何的形式 跟你来沟通 让国人了解赖总统要把台湾带向何种方向去 我想这是我们释出的高度善意 而当立法院职权行事法正式在总统府公告之后 我想一切依照这个国家通过的法令来推动 可以听到傅宽奇强调他的态度 他的意思只是说 针对这个到底要不要回答 因为三读通过之后 到法律正式行事公告 还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所以他也还原了当时昨天的语境 傅宽奇强调说 他的意思只是说 如果总统赖清德 要在这个法令正式身上前来到国会的话 那不回答 他们也给予尊重 那另外针对傅宽奇 总招是喊出要废除监察院 这个部分虽然国民党昨天 党中央却表示说 废除监察院 党的态度其实一直都是武权分立 那对此傅宽奇也想到说 其实他的态度跟党都一致 就是希望监察院可以正常的运作 不要只会看颜色来做事